助力奥运 今天咱们来一点硬货 唐大叔教你一个家庭版的烤肉 咱这五花肉给去皮之后 给切成这个片 稍微大一点片 那么我们配的什么呢 你看生菜 还有蒜片 还有我们这个洋葱 我们把洋葱给它切成丝 然后这个家庭版的烤肉 您看好了 关键的一个步就是 我们切好的这个五花肉 腌制 让我们放入料酒 生抽 来点老抽 白胡椒粉 白糖少许 蚝油 来这么一勺 香油适量 把这个切好的 刚才的洋葱也放进来 然后再给抓匀 您看 颜色就是比较红润 这样我们腌个五六分钟就可以了 咱在家做这个家庭版的烤肉 家里有不粘锅当然最好 然后要不就平锅也好 那么烧热之后 我们少放一点油 不要多 你看热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 看来拌好这个腌好这个肉 放锅内 慢慢的去个拨动它 但是先不要给它翻个儿 让它一面去成熟 看这表面的肉 大家看都已经变色了 然后我们再给它搅拌 好了 这已经快煎熟的时候 我们把这芝麻 白芝麻撒进来 把它搅拌均匀 这个干香啊 焦香的味道就出鼻而来 这时候呢 已经熟透了 那么我们放什么呢 把这火给你关了啊 放这个辣椒和自然 对成的这个烧烤料 最后啊 你看我们放点香菜段 你看这个家庭版的烤肉啊 咱就做好了 我们在吃烤肉的时候 你看啊 我们用洗好的生菜 卷着肉 然后呢 我建议您 再卷两片啊 新鲜的蒜片 这样吃起来呢 既增香又解腻 所以一道好吃的 烤肉我们就做好了 如果你喜欢呢 请给唐大厨点个赞